我想追问,你跟师傅黏手的, 你可以说一出你跟师傅黏手的体会吗? 包括他的手感、技巧、给你的威胁感,各样各样。 师傅的手力,先说由手的力开始, 我觉得如果他的手要发力的话, 他的力好像一个鱼碰到你的手, 一个鱼碰到你的手, 但如果你要发力反抗这个鱼, 那些力突然又可以没有了, 这个意思,当他发力碰到你的手的时候, 他一个鱼,一个鱼,这样来的。 当他跟你黏着手,拿手感的时候, 你对他的手感觉是什么呢? 是否很大威胁感呢? 因为他这么大,因为他的进攻来说, 是用全身的进攻, 是很容易令到你的腰马浮起, 我认为最重要是大家黏着手的时候, 他的腰马那些动动的时候, 令你整身失了很平衡。 你搭着师傅的手, 大家没法力之前, 大家黏着的手, 你觉得他的手感是怎样呢? 你没法力之前,大家黏着的印象, 你那只手是否很重呢? 这手一碰到的时候, 会立即令你的身体平衡会移动, 一碰到你的腰马浮起, 会令身体失了平衡。 他有时用脚法, 帮他牵手的时候, 他突然间的脚可以摆在你心口, 他的脚可以摆在你心口。 另外的手法, 变化来说, 快来说, 再不再说, 他要, 如果你自己本身, 那个中施手不到, 他的手入力是快如闪电, 这些, 不过这些是很威马, 你本身没有手在前面, 你的手近入力, 这样肯定, 变化来说, 很快, 你没有触摸到他的脚点力, 但如果是一接触他的力, 你帮他相抗, 或者你帮他斗手法的时候, 他的力是令你的身体失平衡, 某他是最重要的, 这是我人略牵手。 很震撼的, 因为当时我记得你的身形, 和体重都应该比师傅, 比师傅, 比师傅, 很震撼的, 我和你贼手的时候, 我觉得你的手是很壮的, 很粗壮的, 很硬的, 很粗壮的, 很硬的, 那你和师傅贼手都有这个感觉, 就是你用力是很霸道的? 嗯, 是令你坐在船上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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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, 挺好, 但黏得不太多次, 都是锁得出来有多少次, 靠近很深, 嗯, 嗯